如今仍是她是童星出道,如今仍是北殿的在校学生,自从出道以后,名望也是很大的,由于常常扮演闺女的抽象,被网友们称为国民闺女,如今已二十岁的关小彤,也长成了婷婷玉丽的女孩,她的穿衣也是有了不小的皮靶,今日说的就是关小彤的穿衣搭配。 关小彤自从和陆寒来往以后,穿衣也是发生了很大的转变,也是越来越斗胆,在舞蹈的时候,分身穿一件白色的皮质外衣,内搭一件白色的裹胸上衣,下身搭配一条银色的高腰短裤,脚踩一双银色短靴,整团体看上去性感火辣。 看来爱情中的人还真是不一样,关小彤的穿搭,便可以看出来了,一条银色的超短裤仍是秀出了她身体的劣势,在现场跳着火辣的舞蹈,这一身外形也是相衬的吸睛。 关小彤中分的披肩长发,露出了精美的面庞,身穿一件白色蕾丝的短款上衣,下身搭配一条粉色的短裤,绣出了性感的小蛮腰,脚踩一双白色的高跟鞋,一双纤细的美腿。 郁佳的分明,没有大长腿的人,还真是穿不出来这类结果。 关小彤在天天向上和王毅博舞蹈时,身穿一件蓝色的衬衫,下身搭配一条玄色短裙,脚踩一双小白鞋,展示出了纤细的大长腿,和王毅博舞蹈的时分竟然会这么的密切,起飞露寒不妒忌吗? 身穿一件白色印花T恤,搭配一条牛仔不规则半身裙,脚踩一双小白鞋,中分披肩的长发,混乱的发丝衬的关小彤。 郁佳的有少女感,这么的穿搭比她穿搭。